在下禮拜 我們盡快地公布 所有使用國產豬 台灣豬的一個非常清楚明白的一個標章 那這個標章以後消費者一看到 就知道這個店面呢 就是使用我們的國產豬 他貼了這個國產豬的標章之後呢 榮偉要做所謂的協助溯源的工作 那他是不是跟上面的 比如說哪一個所謂的上游來取得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國產豬 這樣的話才是真正的對消費者負責 豬的各式各樣的加工品 因為跟所有的消費者息息的相關 因此不管在包裝食品 散裝食品 在餐廳 在我們的制度餐 在我們的便當業 在我們傳統的夜市 甚至一般的小吃店 全部都要去落實執行 清楚標示 所謂的清楚標示 不是只有針對國外 所有的豬肉 包括美國加拿大 以及國產的豬 全部都要清楚標示 用藥的這個預告裡面 那我們禮拜一會公告 國內是不可以使用 所有的萊克頭包 不管佔留豬 跟我們的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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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